自从俄罗斯军队宣布武力介入叙利亚局势之后,原本对政府军相当不利的战局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 最初俄罗斯军队介入对外宣称的目的是,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恐怖组织,由于当时正是伊斯兰国势力泛滥的时候,再加上俄罗斯军队从开战第一天就以极高的出动率暴打伊斯兰国,因此西方虽说不满,但也不好公开表达异议。 不过在伊斯兰国势力大部分被消灭之后,俄军调转枪口,帮助政府军打反对派,此举让西方十分不淡定,目前叙利亚战局的主要交战区已经从东古塔一带转移到了南部城市德拉。 面对政府军的进攻,该地区的反对派武装,基本上已经一盘散沙,其要么继续往南逃窜,要么就地变成政府军,继续持有武器维持治安,要么被安排到伊德利普省,其本人和家属的生命安全,得到叙利亚政府方面的保证。 不过就在此时,另一只似乎已经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势力再次出现了,他就是伊斯兰国,图为伊尔木克盆地地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目前在整个叙利亚中西部,还有最后一个据点,他就是伊尔木克盆地地区,盘踞在此地的AS武装分子,根本不愿意跟政府军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 叙利亚政府见状就直接招呼了上去,俄罗斯空天军也对该地区进行了猛烈空袭,不过由于对方战斗力较强,因此他们被全部消灭上呆十日,而在伊德利普省,尚且有部,少HTS恐怖分子拒绝投降。 目前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分出一部分并力朝该地挺进,图为伊尔木克纳米宁就在伊德利普省战已即将展开之际,突然传来了一个对叙利亚方面十分有利的消息,那就是土耳其人的死敌库尔德武装主动放话,希望与政府军合作。 一来消灭当地的HTS二来把土耳其势力彻底赶出这一地区,23日,库尔德领导人哈利勒向政府军表达了他们的意图,目前政府军尚未做出回应,不过拒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下轮到土耳其手忙脚乱了,这两派要是联合,今后土耳其肯定没好果子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